我做了二十多年靈異節目 很想很多次都上去拍 但真的沒有這樣的緣分 但他們兩個去了 那麼這個地方是甚麼呢 我不知道全世界 現在沒有了 越戰之後已經沒有了這個地方 就是獵頭族 獵頭族原來他們有一個習族 通常就將敵人的頭顱 或者生殖器官割下來 做這個戰利品 古代文明到現時為止 也有這種做法 古印度、婆羅洲 拿別人人頭的行為 源於一切 就是靈魂淒於頭顱中的宗教觀念 而拿了對方的頭顱 就等於征服到對方 我又很想看 對,他拿著頭 剛才那些照片 他們是一抽一抽的 一抽一抽 你以為拿了兩隻狀 是,我剛才以為自己看著我 那次我們去都戰戰兢兢的 因為聽到獵頭族這件事 其實我們那次就是拍東話 我們是由吉林丹那邊開始 關丹、吉林丹 對,關丹吉林丹 最後才去沙巴 但未去之前 我們在關丹已經有些很奇怪的事 那時候經過馬來西亞的製片 他現在已經不在這裏 就安排上一艘船 那艘船長有一些靈異人士 他說去那裡是很危險的 所以這個過程要幫你做一些事情 要被迫著躺在船上 躺在當然不會太躺 然後三更半夜 無緣無故他起床對著海念經 然後又在那裡把金絲紙燒 灑在海裡 不知道要做什麼 但是這樣 很奇怪,為什麼會做這種事情 這是一個儀式 就是你們去見獵頭族之前 他沒有跟我們說的 他自己做的 我們很奇怪的 這個製片 他經常都不說我們下一道去哪裡 我們都很害怕 其實他看到我們很擔心 所以他晚上可能自己做這些法事 我們完全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做 問他,他又不出聲 就是燒些稽錢 所有的東西 就燒到海裡 那你就知道下一站 接下來就到了 可能到了 然後他看到我們也有點擔心 他就說 不如這樣,我又做另一件事給你們 就說很多那些巨蜥蜴 因為… 很大隻的 很大隻的 他說其實 譬如四腳蛇等各樣 其實在風水上 都是比較好的 好像說是 他說這裡的習俗就是 給你們福氣 給你們安全 辟邪 就有巨蜥蜴 這件事 他捉了一個巨蜥蜴給我 我就拿著 所以你就會拿著一隻巨蜥蜴 去找獵頭族 就是這個是一個捉 好像… 捉福和一個保護 保護,平安 原來是這樣 沒得第一次拿著這麼大隻 保護師 還有補貝魚 是… 是… 就拿著一隻大蜥蜴 進去獵頭族 對,做好過程之後 你們就會平安 當然我們也很平安地 拍拍攝,平安地走 看到那些獵頭的獵頭嗎 是… 因為… 其實是… 有部分有些 但懷疑那裡已經成為一個 遊客去的地方 而不是真真正正這麼恐怖的地方 但那時候也挺古舊的 是的… 是… 不同現在的景點 還有我又… 我又… 我看見這些… 我說這些假的東西 要不相信他 翌日就病了 出不了外景 例如我現在看照片 很大隻 是… 後面你看到 這個是甚麼祭壇 我看到很多這些… 就是… 這是一個他們… 很心機 每年一次的祭祭 是… 就是他們在那裡 和鬼神在那裡慶祝 都是一些祝福的東西 這樣就… 其實我們在那裡拍攝的時候 地方都很奇怪 那些骷髏骨頭掛在上面 其實是… 好像是代表… 即是他們覺得是代表他們很英勇 都是獵頭 是… 又是… 又是… 這些骷髏頭 剛才我不是說了 就是… 資料顯示就是 他們能夠拿到對方的人頭 就等於… 就是佔有了他的靈魂 而就是等於我是戰勝了對方 整個… 征服了他 所以他要掛個頭顱出來 告訴大家 我就是征服了對方 是… Roger 你怎樣都要回來 專程搭飛機票 那你都要說個最精彩 最得人驚的靈異故事出來 最得人驚的就是 莫過於當年 和鄧鶴剛齊去尼泊爾 尋找活女神 拍這個內容 活女神 即是說那些小女兒要做… 即是… 他很小就找了她的女神 就一路供奉她 是不是這個 對… 但很老實說 是不是真的可以找得到 可以拍得到 其實是艱難的 但當中 也要拍些東西 去包裝整個故事 半個鐘 當然每樣都要拍些 於是就覺得 其實 尼泊爾也有很多鬼… 神的一些傳說 不同種類的神佛都有很多 對於當時的我來說 有些都是挺奇異和挺奇特的 然後透過那時候的製片 幫我們聯絡了 原來有一些拜神舞 挺特別的 帶了一些面具 拍了一拍 然後再加一些旁白 跳著跳著覺得 很有感覺 挺有趣 那些面具 不知為何很吸引我 我覺得既然這麼漂亮 我不如買了回去 我想問 你也是見過世面的人 你們兩個人拍攝 那時候還沒 那時候還沒 不是… 這些面具 其實你去到尼泊爾 到處都是 你問我 到處都是 尼泊爾的面具 為何你會覺得 拜神舞的面具 特別吸引你 最簡單 就是你看到 有一輛新車 一輛舊車 你會覺得舊車特別有味道 還有 可能真的有一些東西 令我很著迷 所以我就選擇了它 其實當時… 其實當時我叫它不要買 我解釋過 你說你還沒見過世面 是… 我還不見多一點 對不起 我想問一問 你是喜歡哪一個? 是,我想知道 黃色 因為較為小 如果大的話 就不能戴上機 我明白了 這些面具 其實很多時候 大家去這些地方都看到很多 為何你覺得這個面具特別吸引 坦白說 我跟觀眾看一樣 這個面具跟隔壁 跟隔壁是一模一樣的 而且你…不要繼續這樣說 你飛機長方便都買到一個 是嗎? 第一個就是有些古舊的感覺 第二,眼圓 就等於你去買佛牌 請佛牌 這麼多佛牌 我就喜歡這個 就是眼圓的感覺 就是這樣 對 因為其實面具有兩款 大致上 一種就是嚇你 那些鬼面具 一嚇你,你就不想看 一種就是有些靈異吸引你的 對 就好像被他穿迷 不知為何他也會買到黃色的面具 因為你一定要不要買這些東西 對,我一定要不要買 雖然你說穿迷 但可否形容一下穿迷的感覺是怎樣 你是好像見到一個美女 經常都會想看回她 還是好像見到一輛美車 是怎樣的感覺 第一,很想買,很想擁有 第二,你這個地方尼泊爾 隨時我可能未必會再有機會來 看完那些人跳舞跳得很好看 那些造型姿勢也很吸引 我拿了多姿 我覺得這個我真的很想擁有她 雖然有些類似的 但小的一些和新的 但始終都不覺得這麼有吸引力 我有一個問題 等於你去看徐小鳳登台 徐小鳳這條波波裙很漂亮 你買給我 徐小鳳彩你也有味 別人帶著她來表演 說真的,人家怎麼會賣給你 但後來經過那個導遊 是不是一定是人家帶著表演 怎麼會賣給你 而且他應該是之前做法事 做一些事情 專門為和神佛的有關 理論上是不能賣給別人的 但跟我的導遊製片很厲害 聊聊聊 然後不知為何就幫我買到 你帶回香港之後又有什麼特別的事 我反而知道 你買了一個 你覺得很吸引 有些東西買回來香港 你發生什麼事 一定是後面那件 一定是很大件事 這個就是… 很理性去說 可能覺得我是患過的 但我真真正正 那時候我住在香港 我回到家 我晚上聽到一個按門鐘聲 但我住在樓下有康奸 三更半夜沒有人來 為什麼我媽媽會三更半夜來找我 怎麼會有人按我門鐘呢 那我照睡當沒事 但第二天再起床 我真的覺得是有人按過門鐘 然後一出廳 看到擺在那個位置 你一失去 可以看到一個人形在那裡 那一刻你是害怕的 但那種害怕和當日看到的可愛 是兩樣東西來的 其實你回到香港 有沒有試過戴上去照鏡 或是帶來看看的人 有 這些這麼幼稚的東西 當然是會做的 是劇情來的 有些邪靈的面具 有些人說戴上去 你脫不出來 脫不出來 你脫掉你的靈魂出來 對… 我當作故事聽 但這麼幼稚 年少無知當然會做過 但越想越害怕 但恨好… 恨好些什麼 就是因為之後的旅程 要去泰國拍攝 既然是這樣 我不如送走他 不是 因為有一個最重點 我想家庭觀眾 他發覺買了這個面具之後 他一個人住 他買了這個面具之後 他發覺家裡多了一個物體 經常看著他 是 這個才是重點 是 搞得我又不敢關燈 關了燈就算打開門 看著他 總是覺得 也不知道怎麼跟他打招呼 多做一個人 我不懂得離國移民 多做一個人 結果這個環境 未至於生病或生意失敗 但覺得是有些事情 所以反正都去泰國 不如交給泰國的祭片 看看有些師父和尚 可以好好地安放他 是 終於你還是送走了 當然了… 所以奉勸大家 在外地看到一些 跟神佛有關的東西 就不要亂請亂買 否則的話 易請難送